他不會一次就打100顆200顆這樣 看起來大概平均大概8顆左右 他就會做一個小小的休息 這樣子對於這個練習才會更有幫助 那再來是大家可以發現到 就算他要講我的缺點之前 他一定先講我的優點 他先認可你 之後讓你說怎麼做會更好 這個是跟我們以往 小時候所受到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不一樣的教育方式 有許多人問我 這趟來到美國要的是什麼 也有人說你又不是球員了 為什麼當球員的時候不去呢 或許還能夠延續球員生涯 其實我坦白跟大家說 我當球員的時候就非常想來了 但是我那個時候沒錢來 這句話很直接 但也很實在 這就是我當時的難處 但也是一般球員大家的心聲 退下了球衣 我才存了點錢 有了點經濟能力 有了更充裕的時間 以及完備的計畫 可以來到美國 學習不同國家的棒球文化 也確實 獲益良多 至於大家問說 為什麼我現在不是球員了 還要來進修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不想讓自己後悔 就算不是球員了 我也能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好的教練 我現在有了自己的社群影音平台 我更希望能夠拍攝成影片 讓這些學弟 讓這些當時的我 可以學習到國外的棒球文化知識 當然絕對不是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而是我們可以多聽 多學習 再融會貫通 成為屬於自己的那一套棒球模式 只有永遠不斷的學習 才有進步的可能 嗨 大家好我是BOSS水方常有 今天加州又是下雨的天氣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是打擊練習的倉庫 我們這一次的重頭戲也是打擊練習 就是我會來請這裡的私人教練 來教我如何去做打擊 如何去做攻擊策略的擬定 等等的訓練 那我們在上網 還有跟當地朋友的意見交流之後 決定找了這位教練 因為這位教練 他有著豐富的經驗 他是白襪隊的球員 他現在已經退下來沒有當球員 那在這裡當駐場的教練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去裡面 跟他做一些挖寶的動作 可以的話都把畫面拍攝出來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部影片裡面 學到一些對於攻擊打擊的一些知識 以及技巧 OK 走 出發 準備開始 先熱身 放著價格以後還沒有撕掉 棒 他在這裡 真的有很棒的 很棒的 讓他距離 放著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很多小朋友打這支手的時候 右肩會往下跑 如果你碰到朋友或是其他學生打這種手的話 通常都會下去的動作 兩個肩膀是保持水平的 大家都會這樣 非常擔心 這種高球很容易不小心把重心往前導致的力氣 你的重心有放在後臀 所以可以把它打起來 這種高球通常都很甜 所以我們要把這種球打得很深很遠 很好很甜的球 濕頭 結果你把它打一個果地球 本來應該打一個全美打一個很深遠的全美打的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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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 你必須留在前面 站得太平了 不要把雙筋放好 超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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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六球之下 你覺得感覺都很好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做別的事情 OK 超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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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衡 太平衡了 他的三球在外面 中的二球 他先開始後退 一重 你以後的幾球打得很好 但是你感覺你有沒有一種沒有打的環 要的 雖然說有一點度差 但是其實那個手環就可以被打得很遠 能力去打 所以我最會把它打得很遠 現在我做了 我會把球從地上 然後它會給它一磅 這個運動的重點是 是讓球感覺像一個曲球 或者是一個變速球 所以你要等它進來 你以後教小朋友做會用力 非常好 非常好 先從BP的訴求開始 晚一點再開始有不同的狀況 一里有人一里有人 我只會選擇 就換我了 太走的 最後你給人家看 有辦法打 因為我已經順著了 一件事我看了一件事 一件事我看了一件事 就是我刚刚外脚的这球慢了一点 中间的球都没有问题 外脚的球就慢了半盘 最后的一球应该是你的拿手球 就是你反正是九一九的机率都不太好 对 热虚就是打最好的球 但是导致因为你看到那一球来 所以你非常有自信 所以你觉得那一球特别甜 所以你就提早了 太积极去打他 他是不是要求球员把球打 但是打得起来 抓一个很不妙的朋友 因为有一些内脚的球 你其实无法把他打得很深远 但是你只球有很扎实的打到他 但是如果像一些比较外面的球的话 就是你的机会把他打得很深远 但是他还是比较注重把球打得扎实 每一个打者都不一样 可以打得很扎实也可以打得很远 十岁的小朋友 他可能会有问题 把棒子打得很用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观察你的学生 他的弱点在哪里 跟他有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我们再来协助他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没有人在桌上 没有人在桌上 快球 转球 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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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 它就是慢慢的数球数 给打者有一点压力 不同的球种 然后他刚才前面给你的垃圾的球 然后让你想要去等速球 等到快球的球 你也就可以用力打 可是这边那个好像是一个曲球 但是你也有等到他了 你也可以把他打很远 刚刚那个一一的时候 那颗曲球来的时候 你有特别在等什么东西 我告诉自己 我让自己的手在里面 在球的内侧 所以你没有在等特别的一种球 没有 等球进来到我要攻击的位置 教小孩的时候 你有两种方式 可以教小孩像里面 等进来的时候在哪里 做选择 或者是 选球种 如果看得出 投手投的球种的话 那像他自己本身是看球种的打者 不同球出的时候 他就会去拆 进去的球种 然后来做选择 可以拿回三 哦 哦 哦 哎 嗚 嗚 第一个slider在这边 好重 好重 第二个不好 壞球我就算了 那第三个直球进 可是你 对 对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我刚刚在一好一坏的时候 我必须去设定 直球去做功能 那确实我慢了 那现在 一二的时候 你现在要想要怎么做 我会想办法 让球再带一边进来 球手会不会再用 那根速球 塞在你的内角 来把你打球 拉到 有这样的机会 高中生的话 对于自己打球的时候 要有构想 高中生 还不会构想那么多 上来打球的时候 还没有一个特定的想法 对于职业的选手来讲 上去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就是在不同的球数的时候 要怎么反应 高中生 不会 他只知道 刚刚来一个速球 我迟到了 那接下来 是不是还会再来一个速球 要怎么去猜 投手的想法 他刚刚说 良好与坏的时候 我第二个球 是太慢会棒 打成界外球 再来打者想法 可能会想要 把球跟着进来一点点 因为你可能 会被变化球骗 你想把球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他刚提供了一个 非常棒的想法是 投手有可能 就直接塞内脚 很快速止球进来 你会一切都来不及 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 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 哦 有的时候 投手就是投手好的城市 这个组就是真的人吗 二雷有 你会有什么的想法 想办法往中间 右边去做攻击 至少要是 二雷跑者 对我上讲 这是你的工作 很棒 很棒 你要记住你上来的队 你不能看到甜的枪想法打来的 第一球曲球 没有打 你就已经赢了这场战争了 因为你把那颗曲球让掉了 所以 你就已经告诉了魔手说 你看得到他的曲球 刚刚那个练习 对于高中生来讲 会特别有效 他们已经知道怎么会办法 但是他们对于 怎么样去攻击的想法 还没有那么多 他们上来做一个打击的时候 也还没有一个工作需要做 可是现在我们就给他的一个工作 在不同的状况下 他必须要完成这个事情 你对于打击的理念是什么 不管是教他还是教小朋友 我希望我的学生把球打击 你觉得你给怎么样的意见 是最有效的 通常会希望他们不要让球 他喜欢你的这种理念 这种想法教现在的小朋友 以前会有往下打的概念 对 但是呢 他现在比较注重 要把重心放的后面 然后用腰部和腿部来挥棒 然后把球打得伸遠 就希望学生不要只心中手 在推球棒 中场休息 那刚刚这位教练呢 其实他是在白袜队 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 但是现在没有当选手 我们在网站上 在搜寻这位教练的时候 有发现 他对于心理素质 打击这个区块 他也是心理层面 还有攻击策略这个部分 下得非常多的功夫 所以今天的重要目的 应该会是跟他挖掘这些东西 那我们从刚刚的训练内容 其实基本上 看起来也是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会更着重于在 投手与打者他们的时间差 如何让打者简单的知道说 我应该把重心保在后面 如何去做攻击 更容易的去应对到每一种球路 每一个球种 我们刚刚我在训练的时候 我会这样子跟他开玩笑 这其实在我们球员之间是非常容易见到的事情 我自己也会知道说我打得好不好 所以当我打得好的时候 我会适足地让里面整个气氛是欢乐起来了 这样子对于整个训练的品质 以及内容会是有正向的加分 接下来一蕾跟三蕾有人 一蕾手跟三蕾手 然后中间的野球还可以 你上来没有什么攻击的构想 抓比较高一点的球 进来提前外野高的一球 就是希望得到这个答案 如果他问小朋友 他也会希望得到一样的答案 你们打不玩 你打不玩 你打不玩 我打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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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蕾手 虽然你招规了 可是你的手有他在后面 他的手 它是 想 moeten 最後 外野高 周쪽 平手,球速會提升 投手會覺得說,第一的時候讓掉他的曲球 再感覺看到他的曲球,他就不想要再投曲球 其實投的話,也會把他打到身上 冠冰賽,他在一一的時候,他讓掉你的曲球 接下來,我手就不敢投曲球 就給他一個曲球,他就打了一個上升學雷達 他喜歡做競爭,因為小朋友喜歡游卡賽 如果他幫你三陣的話,他能兩分 如果他讓你打一個軟弱的球 或是高飛球,他能打一分 那如果你贏了一個打擊的話 蠻累的,兩周曲 先到時間,輸的人 只有25個不利平手 他的三陣的一手 快過去耶 我覺得,我會被打一下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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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難道 哈哈哈 我教你去玩耀我 變速球 等一下就會得到變速球 哈哈 哇 哇 Head jump 他的組合作不一樣 他好像有在生氣喔 他就覺得越來越快 你目前來到美國你覺得好玩嗎 非常好玩 非常多值得去學習的東西 所以我多留一個學習的力 WOW 如果他去台灣的話 建議他做什麼事情 我建議他來找我 Good Good That's a promise 他會打電話給你 OK 大家可以明顯去感受到 他們的練習 尤其是女士的受育系統 他們會適時的讓學生做休息 他會講話 他不會讓你一直打 一直打 基本上都打個七顆八顆 他就會來跟你說話 You're bad 開台 破掉了 Oh you're fine 沒事的 Come on 我這樣跟他說 我這樣不能贏他 我這樣不能贏他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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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認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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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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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如果他單正的話 他會學過嗎 不可以我這種事情發生 那他整個發生 這個球打得很好 但是 怪不怪 可怕 這種比賽 這種教學 一定會讓你速度很接近 這個是教練的系統 我是教練 我也會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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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的基礎 如何揮棒 那些是一定的 但是打擊到高接一點的狀態 都是 心靈意做 怎麼去選球 怎麼去判斷 每一次上場 每一個打擊 你的態度 跟你的計劃 他的打擊計劃 都是如何去做 做 你上去面對一個左頭 他投的可能比較慢 但是很準 或者是你上去面對一個右頭 他投的很快 每次上次的裡面都會不一樣 你們都是誘導的 如果面對一個右頭 他投的 slider 也很好 他的直球也非常強 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去找直球來打 大部分的 slider 他就會到這樣 這次必須要去了解這個投手的習慣跟性性來做調整 最基本的一些理念 就是說 等球進來 或再打 把手鎖進來一點 那樣的事情 他還是一定要先去打 做到最基本的這些事情 最後的那些差異 就是在於 他對於這個投手的了解 來判斷說 他這一次打擊 整個內條很更準的事情 非常開心 又跟你一起進展 我也是 以你目前的打擊 他已經覺得非常好 這主要是 他覺得你的人 的個性 跟你的態度 就是決定說 你以後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教練 以你現在的態度 以後會是一個非常結實的教練 謝謝 我們打擊練習結束了 經歷了兩個小時 這教練科是240塊美金 剛在裡面 因為是個公共的場合 裡面有一些音樂 因為我很害怕 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先 大概的口述一下 這位教練他所使用的方式 就是標準美式的訓練方式 也是我一直非常嚮往的 也是我們這一趟來學習 最重要的 有一點是 大家可以發現到 他的練習他不會讓選手 打太多的球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他會更多的時間 跟選手講話 讓選手 有時間可以去 做思考 他不會一次打100顆200顆這樣 看起來大概平均大概8顆左右 他就會做一個小小的休息 這樣子對於這個練習 才會更有幫助 那再來是大家可以發現到 就算他要講我的缺點之前 他一定先講我的優點 他先認可你 之後讓你說怎麼做會更好 這個是跟我們遺忘 從小時候所受到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不一樣的 教育方式 再來就是 大家有看到 他最後還有一個遊戲 競爭的一個環節 這個在教練的訓練內容裡面 其實是非常常見的一個訓練方式 這樣子可以讓選手有一個競爭的感覺 再來是 你會注意看到 教練一定會把分數控制得差不多差不多 那最後就是 看誰輸誰贏 教練都贏很多 選手就沒信心了 選手如果贏太多 那教練會用他的方式 再把分數再拉回來 利用各種方式 反正話是人家講的 那這個是一個有趣的訓練方式 這一位教練 讓我感覺到非常舒服 可能是因為 我是層級比較高的球員 我哪裡做錯 我可以立刻的 立即的去做修正 那可以馬上達到他想要的 剛剛教練也有講到 如果我回去再教小朋友 成績比較低一點的小朋友 我要換另外一個方式 讓他們懂 那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材施教 那今天的訓練內容 打擊訓練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我們會盡可能的 把影片都完整的呈現出來 但是既有片場的關係 我們可能會把它盡可能濃縮 那可以的話 我們在我的上課課堂中 或者是我在利用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裡學到的這一切 那影片到這裡結束 小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